欢迎回到关天下新闻 细止的基隆河畔每天都有很多民众会前往散步休闲 不过在福德一路、福德里还有新福里段的部分 防汛道路上都没有遮印的地方 之前临时搭的帐篷又太闷热了 所以在接获成型之后 市议员白佩如在20号接点早上 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规划绿离植栽 可以遮阳也能够美化环境 望过去基隆河沿岸风景好美 尤其福德里、新福里一带社区大楼多 许多民众都会到这里来运动休闲 尤其还可以看到渔群跳跃 吸引长辈们一早就来这里看风景 而也坐着聊聊天 不过夏天好热 动不动三十几度 太阳一晒根本坐不住 只是虽然这里搭了帐篷 但还是闷热 帐篷 但是夏天到了会非常热 里面也有大家都有建议说 啊 放个立美化 我们就想说再请白医员来商讨看看说 能让我们的里面有更舒适的地方 福德里跟新福里两个里来 这个后方的防汛道路我们来会看 就是主要就是说 因为这边其实公园比较缺乏 那很多民众不管是早晨或是黄昏 他们都会来这边散步啊 透透气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水利局这边 可以来协助 是不是把这个部分的地方 我们来设置这个绿离的方式 就是让它可以跟环境可以更融合 这里是基隆河靠近新福里的部分 虽然不在基隆河自行车步道的主线道 不过从新社后桥沿路进来这一段的防汛道路 却是附近民众运动休闲的地方 但是沿路都没有大树可以遮阳成凉 所以20号上午预员白佩罗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规划绿离植栽 早晚都在这个河堤做这个散步运动 那我们这边所欠缺的就是一些 等于说利美化植栽 树木的植栽那些 尤其夏天啦 太阳很大 需要一些的一个 可以遮阴的一个设置 那我们就请求议员来协助 设置一些可以既利美化 利美化又能有遮阴的一个效果 临时搭的帐篷帐篷比较热 而且帐篷有时候天气 夏天到的时候其实是受不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水利局可以 针对这个兼顾环境的绿美化 然后也可以让民众呢 他的修行环境可以更好 基隆河附近的周边的防汛道路 其实是细子的独有的特色 那步道其实非常的漂亮 也希望说这么好的环境 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维护 和大自然环境结合 希望市府水利局能够在沿线找几处规划绿离 然后种一些爬藤类的植物 夏天到了 让大家可以边走边乘凉 还能有绿美化的效果 叫陈慧玲戏子采访报道